齊上齊落 香港加油 齊上齊落 中間大機 中間大機 Together we stand Hong Kong add oil Together we stand Hong Kong add oil 右邊… 右邊大機 鏡頭… 好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齊上齊落 齊上齊落 香港加油 香港加油 齊上齊落 齊上齊落 左手邊 左手邊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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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要開球了 好 師位 好 師位開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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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了 好 開始了 各位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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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人大常委會 作出一個決定 是要將 四名的立法會議員 取消他的資格 我們覺得這個做法 是極其荒謬 也是代表了 中央政府 是徹底這樣 放棄基本法 放棄一國兩制 根據中央政府 人大決定 其實他所指的 就是當我們議員 在議會上 監察政府的施政 都會面對 被取消資格的風險 更加 離譜的 就是將這個權力 是完全授權了 給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 只要覺得 議員 或者公職人士 的行為 是在他眼中 不符合愛國者標準的話 就可以行使這個權力 這個 就是最根本地 破壞了 香港原來的 三權分立 的一種狀態 現在就變成 大權在握在行政長官 這個是和整個 基本法的設計 背道而馳 立法會 按照基本法 就是有責任 監督政府施政 立法會 就是有 在基本法的授權 去制衡政府 但是 特區政府 如果按照一些報道的話 它是主動向中央政府提出 要處理當前的問題 所謂在議會上面 面對 面對 民主派 的反抗 抵抗 去制裁 去抵抗 反抗 這個政府 的專權 而中央政府 就完全 漠視了整個 基本法 三權分立的設計 林鄭 較早之前 就已經公開說 香港是沒有三權分立 但是 它覺得自己 沒有做夠 就走到中央政府 去尋找這個權力 去徹底破壞 香港是僅餘的 一個制衡政府的能力 的立法機關 這一個是絕對 是令到 香港 從今天開始 再不可以在全世界的面前 算稱 我們仍然 是有一個的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到今天 就正式宣佈死亡 第二 我們見到 我們在這幾個星期裏面 一路對政府的反抗 其實 是觸動了 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 一個很重要的神經線 它是沒有想像過 在議會當中 就算我們只剩下19個人 加兩個盟友 都會遇到這麼大的一個 反抗的力量 所以 它是要出手 去令到立法會 變成一言堂 立法會 變成人大委員會 這個做法 也都是會令到 香港 我們原來的核心價值 是受到 極大的一個破壞 也都令到 一直以來 在國際社會 留意著香港事態發展 一路 看著 香港基本法 所賦予香港應該有的 一國兩制 所賦予香港人應該有的 是特殊地位和權利 是逐漸地被中央政府 是以各種的手段 扭曲 取締 這個 也都是代表了 在這23年 回歸以來的日子 中央政府 終於是忍無可忍 要全面收回香港 我們民主派 在這23年 回歸以來 在這個主權移交日子裡 我們是揭盡所能 迫使中央政府 必須兌現 基本法45條和68條 但是 中央政府 一直以來 都不願意 兌現這個承諾 而且 還利用 基本法裡面的空子 透過釋法的權力 是可以 示意地 遷見各種 各式各樣的 是遷見物 去剝奪香港社會 原來在基本法上面 所賦予的核心價值 我們民主派 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格局 但是這個爭取民主的國際 絕對不會因為今天 我們的同事被DQ 我們民主派的藤偶 決定和我們所有被DQ的同事 齊上齊落 我們集體總辭 是會因為這樣 而令到我們灰心 我們會繼續堅持我們的信念 因為我們知道 爭取民主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們更加清楚知道 要在極權的手上 爭取民主的話 往往都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道路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被這種迫迫和壓力打敗 我們必然是會尋找到新的路徑 在這個民主抗爭的道路上面 繼續向前 所以我們在今天所有同事 在面對著這種困難之下 我們儘管是會集體離開這個議會 但是我們也會在我們各自的崗位上面 繼續承擔肩負我們要走的民主路 我們很相信這條民主路 就是需要我們所有的香港市民 所有民主派的支持者 大家同心合力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最擅長 去分化社會的專權極權的政府 而民主派 正如我們過往很多人都有說過 我們在過往是沒有分裂的本錢 我們今天更加沒有分裂的本錢 我們必須要齊上齊落 香港加油 我再簡單說就是我們民主派 在這裡是作出一個很清晰的決定 我們先日已經說了 我們會集體總辭 我們明天會全體的同事 是會交上我們的辭職信 去清楚代表了 我們在議會的工作到此為止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有個宣佈 也都希望大家 是會在明天可以跟我們一起見證 民主派是交出我們的辭職信 我們會在chamber當中 是交上我們的辭職信的 其他同事可以補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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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ake a very long speech in Chinese 但我們基本上 我們都說了 我們看到 我們知道 我們看到 他们会完全好斗ус在日本。 我们看 sich从 2014 motherfucker, 派出的白 television 普通用的舵的舵里吼, iamo说那样子会展示 用习惯的过程中全完了。 только在 sechs年里 就是我们是从此看到的。 我们将这么说 we will say um the one can do the system in hong kong come to an end and that is the case that has been seen and received by all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 and by hong kong people and but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um central government the operator of rotative government we stand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e fight for democracy in the long one and today we will resign from our positions because our partners our colleagues are being disqualifi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uthless move and they found no reason at all to disqualify our colleagues and the worst of all is um according to the basic law there are separation of power in the under the stipulation of the basic law but today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mply say that all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will be taken away and all the power will be centralized in the chief executive of course chief executive is the purpos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as a result the that is the basic argument why we say the that it today is the end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and we want to say although we are facing very very difficult times in this moment but we will not give up we will keep you share the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and we will fight for it the future of the��등록s of the Ed Doyle Ed Doyle Ed Doyle OK We stand for Hong Kong We stand for Hong Kong OK 我或者说两句 如果大家留意 今次去褫夺我们四个议员的资格 是根据 在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104条 我有两点想说而已 我们经常听到就叫依法去治国 依法去治港 我们从来 在立法会 执行我们的职务作为议员 是根据基本法 基本法写得很清楚 我们是行使我们的权力 去监督政府 希望每一个在香港通过的法例 和任何的施政 都能够反映市民的议员 我们被褫夺资格的 都是背上 数以万计市民 一人一票投出来 或者有些其他的同事 是更加十万票 去代表他们行出来 如果是依法 根据基本法 根据基本法 是不能够 是始终我们的资格 如果根据基本法 香港应该有的是真正的民主 自由 尊重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还有等了很久都没有有双普市 不是我们违反基本法 今天我们见到一个是最遗憾 最可耻的一个做法 但是我同 我亦都很高兴 所有民主派的同事 我们都是团结一致 亦都说给香港人 一个很清楚的信息 我们是不会甘心被打低 反而我们会更加坚强 香港的民主 争取民主的市民 只会更加坚强 我相信香港人都看到 今次的事件 不仅是DQ我们四个民主派的同事 也都不仅是迫使15个 另外的民主派议员 是无可选择一定要总辞 他今次这样的手段 是一种消磨壮志的手段 就是好像一种政治上的恶细胞 是侵蝕香港 一直在那儿坚持的民主运动 他以为这样讲了之后 从此以后 任何人被他认为是完全不爱国 又或者是纯粹不听话 看你不顺眼 什么做立法会议员 直接连选都没得选 DQ你 根本是一开始就DQ你 北京可能认为 他今次的手段是最后的杀着 但是他会低估香港人 OK 有没有其他补充 我今天就见到 好似是中联办出了一个声明 引述邓小平 我只是这么说 我记得邓小平说过的 他说回归之后 香港应该以中间的为多数 左边就要有 右边就要有点 这个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呢 是不是彻底否定了他呢 但是呢 确实今次是23年 中共和北京 是取消了一国两制 第二点就是 我都跟几位所谓DQ的同事 相处了几年 我绝对 我逃身 我绝对相信 他们不是什么港独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 只不过今次呢 中共和北京呢 就以莫须有的罪名 来到逼害 而见人士 而我们泛民 为什么要全部 辞职来抗议呢 就是 其实是抗议 好 其实呢 我们是要抗议呢 中共 是迫害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随意 可以DQ他们 这个是彻底的迫害来的 他想将香港的立法会 变成人大 党指挥一切 那我最后的结论就很简单 你共产党有军队 你要香港死 当然可以死了 你要玩完 那你就玩完了 我其实中间想加个粗口字 在这里 因为我知道呢 现在很多直播 也都很多人呢 香港人呢 就不喜欢 但是可能我说了 香港人呢 是更加喜欢的 你喜欢玩 你就玩什么了 OK OK 好 好 先走 就在这里 我想说 这次取消 议员资格的做法 绝对是违法违宪的 要将立法会变成 政府的依从 变成人大的依从 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如果你想将这个烂的制度 继续沦上去 你继续吧 但是我告诉政权知道 我们除了在议会里面 我们就算去到议会外面 我都是一个很骄傲的香港人 作为香港人 我们就不会放弃 我们一息上传 都会抗争到底 继续和香港人 和所有手足同行 我请香港人不要放弃 今次他要霸注整个制度 霸注整个立法会 去去吧 我们香港人只要不放弃 我们一定可以重新反迫 因为专制暴政是不会千秋万世的 但是我们香港人 绝对会继续抗争到底 好 好 我自己就很少讲话 但是今天真的要趁这个机会 首先真的要讲讲 我记得在我遇集之后 我曾经讲过 我以担任香港人的议员为荣 今天我会说 我曾经以担任香港人议员为荣 因为我服务这个 我们自小长大的城市 今天的确是一个很逆风的日子 尤其是之前大家知道的 有去留的争议有成 但是我很想强调 无论去留争议之前 去令留也好 都是我们的朋友来的 大家真的要团结一致的 各位 我很希望在今天这个时间 我们的议会同事 我这里是一个齐上齐落的决定 对我来讲最大的遗憾 首先我对不起我的同事 同事真的做得很辛苦 而且都多谢我家人在这段时间 在香港从政真的面对很大压力 但是我们都要坚持 对我自己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在这个时间在议会 他未能够去争取到 就是替老人家争取掌借福利 搶新军 这些是我寄挂在心头的东西 但是这些民生的意向 我相信 就是未来 无论是民生还是政治 香港人一定要站硬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很希望就是在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好像在去年经历过那样 我们真的可以重新凝聚起来 和拥不分 因为已经是杀到埋身了 各位 在过去的时间 我做缓冲的工作多 我都是整天都觉得 要笑着去面对不同的困难 尽管都经历过很多很难捱的时刻 我只是很油冲地 很想透过这个直播 和每一位香港人讲 我们为什么要坚守 就是在这个城市呢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爱这里 我们真的很爱香港的各位 既是如此 我们是时候要想一想 接着下来的日子 我们怎样 可以在这场逆境波里面 可以反超前对手呢 我对香港人有信心 我将这个希望寄托给会一位香港人 无论我们今天之后 明天之后 是不是立法会议员的身份 不要紧 我们会继续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平台去发声 尽管声音微弱都好 我们都会继续坚持 我们不会忘记 在去年夏天 发展到今天 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初心不变 香港从此改变 OK 好 好 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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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言任 我回來其實是做兩件事 一就是做這個政權的鼎心慘 二就是用這個崗位 盡量繼續幫一些弱勢社群 我們做鼎心慘 我相信都做得挺有效 以至到人大要無所不用其極 去到這樣的方法去DQ我們的同事 是可殺不可辱 我們在這裡作出終極的抗議 而我也都會繼續在其他的崗位 跟香港人一起繼續抗爭 繼續幫助弱勢 為所有人爭取平等權利 好 其實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是多謝這麼多位香港人 特別是在2016年 投過票給我們的香港人 在這段的日子 我自己有幸可以和香港一起 齊上齊落 在去年整場的反送中的運動裏面 我有幸 和香港人一起去到種這些催淚彈 有幸和我們香港人 種這個警棍 水炮車 甚至乎被捕 當然我們不能夠忘記 千萬不能忘記 一幫仍然面對著被人告的手足 不要放棄他們 我過去這段日子 經常在探索 究竟是不是最壞的情況已經到了 但是現在見到的情況就是 可能最壞的情況 其實是仍未出現 在這段日子裡面 我希望香港人 保持我們的頑強 我們要記住 就算我們現在的氣球 是虧了氣 但是千萬不要被這個氣球爆破 因為有一天 我們仍然是可以充氣 仍然是可以彈出來 最後 香港人加油 萬事小心 主席 反而能夠和我身邊這麼多戰友 這麼多香港人 一起並肩作戰 我是感到無限的光榮 今天 可能很多香港的市民 會感到氣餒 感到傷心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我們打過一場美好的仗 大家可能覺得 這場仗 是不是打輸了 我跟大家說 絕對不是 只要我們香港人 堅持下去 無論你是在什麼位置 什麼的崗位 我們初心不變 歷史是告訴我們 極權 終有完結的一天 最後我再次感謝 在2016年 新界東 總共有3萬9千多名的選民 支持我進來立法會 我亦都要借這個小小時間 在全港市民面前 多謝我太太 好 好 他過去這麼多年 我想我們身邊很多朋友的太太先生 都是 受著無限的壓力 每天早上怕人按鐘來抓我們 但是我想跟他們說 我們選擇的路 我們所作的事 所說的話 我們對得住香港人 對得住香港的歷史 多謝大家 主席 正在這裏 促進行的 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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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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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共產黨出了這種矛招 表面上好像贏了 其實他們承認自己輸了 他們一而再 包括今天建制派的議員 在剛才的他們自己記者會裡面 他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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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重申 是前所未有地 受到我們的監察和迫白 80次打鐘說了多少次 每一次有五個小時的點鐘 是誰說的 我們也盡了我們的責任 特集成功帶來大量的延展 這些是需要談的法案 也正正是這樣 他們視為沙包 阻礙了他們 接下來要做的所有惡行 包括大灣區的投票 包括種種不利於香港市民的惡法 正正因為這樣 今天才會出現這個結果 如果在這個角度說 我們未必是很成功 但是我們盡了責任 履行了我們的承諾 也逼到政權現了刑 在一場球賽中 如果我們看到對手 不斷改求例 不斷出茅招 其實是輸了一場球 當然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挫折 但是一場球還未打完 我希望香港市民 和我們一起 在我們的崗位裏面 堅守我們的崗位 繼續為我們的民主而奮進 各位 百禁交集 百年多的日子 來到這一刻 要講 不知從何處理 但是在剛才我們看到 我們整班民主派的兄弟姐妹 我們的團結 我覺得是非常鼓舞 起碼我自己在這一刻 我覺得是非常光榮 我也都在這裡 要多謝我的辦事處的同事 他們的工作非常重要 還有教協的所有的兄弟 和我們的會員 他們的支持 令到我們的工作非常推薦 是重要的 百年多以來 我們在這裡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爭取民主 就是要推進民生 就是要為香港的制度去捍衛 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的制度 都是我們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這麼強力 這麼認真去做的 最大的一個源頭 而這些承諾 這些許諾 是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 90年代 已經作出的承諾 我們到今天 很無奈 看到的是 這些承諾 一一破壞 一一走數 到今天 我聽林鄭月娥說 她解釋 為什麼今天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她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 八月的時候 那個決定 和十一月的決定 完全相反 這種是完全漠視制度 由人大到特區政府 所以在這裡 今天我們本來還以為 我們可以在這裡 繼續捍衛這個制度 但是到今天 這個制度已經崩潰當中 所以我們無奈地 我們要暫時撤離這個陣地 但是離開這個陣地 並不是等於我們 是放棄了在香港 我們一定會和香港的市民 一起努力 我們會擔心的是 今天我們離開了 這個議會就會已經不同了 這裡已經沒有這麼活潑的爭議 有不同的聲音 已經沒有了制衡 已經被一言堂去利用立法 沒有了監察 去壓迫香港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繼續努力 因為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就是住在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地方 今天發生的事情 迫害記者 現在又要迫害議員 不單止抓我們 這次任意逮捕 今天還要任意DQ 這個政權的虛偽 我們看到它 在《基本法》寫了的雙普選 回歸23年 沒有了蹤影 民主止暴 這個政權 可以不跟《基本法》 任意取消立法會的換屆選舉 然後這個政權 然後這個政權 又告訴我們 要我們第六屆的立法會議員 全體延任不少於一年 全體延任不少於一年 但是我們現在回來了 延任都不夠過半月 又要突然間剁走四個 這是不是太過粗暴和專滑 出耳反耳 欺騙議員 欺騙公眾 所以 今天我們看到的 是一個香港政壇的重大醜聞 就是這個 立法會民選產生的議員 是被小圈子選舉產生 只有777票的林鄭月娥 宣布取消我們四個議員的議席 是經人大這個橡皮圖章宣布下 就不用經過任何法院的程序 也都沒有任何新變的機會 就要殺我們四個議員 所以實在忍無可忍 今天我們是民主派的議員 集體總辭 是要對這個專制的政權 作出我們最強烈的抗議 我們這次離開這個議會 但是相信我們香港人 只要我們不放棄 我們對民主自由的追尋 堅持下去 我們有朝一日 一定可以民主勝利歸來 光復立法會 OK 我們 take questions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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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考虑 我们知道后面的考虑 如果我们不会站在未来的考虑 是否我们会站在未来的考虑 是不我们的考虑 我们都知道 未来的考虑 在未来的考虑 会增并很多 我们会有很多新的任务 我们会站在未来的考虑 和民众 未来的考虑 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考虑在这一刻 谈谈的 KRM looking for the efficiency of passing all the bad rules all the huge money wasting project well on one hand even though we are there we can only slow down the pace of the wrongdoing and the bad act coming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oday w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do is they try to wipe out all the opposition opposition members in the chamber in the logical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quote unquot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but she pay a high price because the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 that she is looking for basically payout by the loss of the core value of hong kong and of course um the i mean the the announcement coming toda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lready um hong kong gover has to bear to hong kong gover has to bear to of the of the hong kong kong 這些我們都會是希望和大家一起 是共同的努力 去令到香港市民是知道 這些是倒遷了鹹水海的計劃 其實是影響深遠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部份 其實我們會更廣泛的去連結 在社會當中所有關心 關注香港未來的朋友 共同的努力團結一致去做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牽涉到將來的選舉的問題 我想剛才我講了 不是我們這一班同事會考慮的事情 因為我們覺得未來的日子 其實更加表明了 香港的民主抗爭的工作 其實可能要從舊的軌跡 是轉向一個新的一個角度都不定 但是這個部份 事實上是需要更廣泛 更深遠的討論 我們才能夠找到新的路徑 我覺得這也不單單是我們19個人 在這裏可以作到的決定 我們需要更加廣泛這樣 是跟所有的朋友 大家去探討 未來的民主道路 在面對著這一種的制約之下 我們應該怎樣走 而我們可能更加需要吸收一些 其他的一些是經歷過 是專權鎮壓的社會 譬如你東歐的 是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等等的地方 他們都要面對很長時間的 是共產政權的迫迫 但是如何能夠在這種迫迫之下 找到自己的出路呢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很多經驗的分享 所以這一部份我們需要更長時間探討 我補充一點 Steven 我們現在辭職的同事 接下來要面對的 不單止是我們 或者在香港參與政治工作 站在第一線 做民意代表的朋友 同樣都要面對的 就是大陸的投票 DQ 以及無盡的刑事檢控 所以你說到 明年的選舉 會不會又沒有資格參選等等呢 這些根本不是我們考慮的 我們現在 是要每一步 都要頂住 極權政府對我們香港人的打壓 不單止是我們 作為民意代表 或者前民意代表 避受的打壓 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每一個抗爭者 面對的打壓 我們現在都是奮力抵抗當中 所以你說明年有沒有選舉 這個方面 這個實在現在 是沒有辦法去講的 OK 請問一下 期望今次 大家這樣總辭 會達到些什麼效果 以及明日帶著 警告投票 如果沒有你們起圖的話 其實可能相對 會比較容易 在立法會上通過 會不會留在議會 阻止這些 抗亡和股本 去通過的意義 會比較大 現在這樣的狀況 會不會反而 好像林鄭都說 令到他們更加興奮呢 第二就是 會不會擔心今次 你們這樣的行動 會成為下次 你們如果要參選 就會成為DQ 你們的理據呢 還有第三 都是有少少技巧 去問你們 這樣總辭 你們這樣總辭 會不會說 要檢查這些員工 好 OK 阿嫂幫我先回答 我好想回答 我想大家 你這個角度 就是假設 香港的制度 仍然是有意思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制度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立法會選舉的制度 以及可以這樣任意去DQ 所以 現在的情況 就是 中共和北京 的失敗 是中共和北京 不能夠落實到一國兩制 他們是國家來的嘛 一個國家的政權 不能夠做到 他想做的事 你應該用這個角度去看 我剛才跟你講 一個國家 他有軍隊 有這麼多的 即是極權的 鎮壓的力量 如果他根本就不想 去撕 枝爛的面皮 不想告訴別人 香港是一國兩制了 不想做這件事了 其實 所有選舉都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再去講說 幾多月什麼選舉 現在的問題就是 究竟 中共和北京 他想怎樣 如果他要把香港的 什麼 外匯儲備 全部收歸北京 因為他不行 那你可以怎麼說的 如果他要 這條填海 他把那個維多利亞港填起來 他 那人大做個決議 你猜你可以擋他嗎 他現在 直接是 不是 做一個 一國兩制 如果是 維持回 某一種的 自治 和自由的話 你就等於廣州 廣州的市民 怎樣去 阻擋他 去做任何一個措施呢 是沒有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從這個角度 你仍然是 假設 香港還有一個 有意思的 和內地不同的制度 其實他已經 宣佈了沒有了 所以所有跟著 問他那些事情 都是沒有意思的 我只是想補充 阿土這個回應 有一點我是重要的 我們當然見到 現在那個 是政治制度 對所有的 從政者的約束 但我重申就是說 我們面對著 一個全新的局面 這個全新的局面 我們是要思考 在這個社會上面 每一個工具 究竟它的角色 和定位 在未來 在整個民主抗爭的路途上面 有些什麼的作用 而從這個角度 去重新出發 就不是用回傳統 舊的想法 去看那個議會的制度 因為如果議會制度 在傳統的想法裏面 是必然地 好像阿土所說那樣 是失去了 它原先有的 那種 那種的 是維護到 我們香港人 核心價值的功能 但是 未來的日子 在民主抗爭的道路上面 怎樣利用到 每一個的 空間 去令到我們能夠 是重新 是繼續在這個民主道路上面 抗爭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大的課題 是需要盡一步的探討 我回答你那個說 為什麼不繼續留在議會 頂著那些惡法 或者是那些大白象工程的問題 大家知道在去留辯論的時間 我是多次代表我們的陣營 是參與辯論 我當時的想法 確實是希望 憑我們當時僅有的 大概二十多個同事的力量 是繼續用盡我們在議會的抗爭的空間 去拖延 盡量阻撓這些惡法 但是 大家看到 今次 是完全無理 在北京是DQ四個同事 原因是極其荒謬的 我們正如來的力量 是要面對最近的就許智峯被譴責的議案 毛孟靜議員被譴責的議案等等 我們再三考量 我們還有什麼選擇 還有什麼選擇 而我們更加是相信 我們當時去留的問題 民意是比較分歧的 但是去到今天 我相信民意是非常清晰的 大家知道 我們當時決定留在這裏 經過這兩個月在議會的抗爭 終於逼到中共撕破它的面孔 公佈這個所謂的愛國者標準 大家知道 它是完全摧毀遊戲規則 去重寫了所有香港的政治秩序 那大家是因為見到現在最新的情況 那就容易去理解中共對香港的政策 那種徹底的破壞和摧毀 你剛剛提到同社遊戲規則 其實在之前前任這個立法會的時候 已經是一個同社遊戲規則 那為什麼當時你們就說 有報告的希望你們留任 有報告的希望你們 答了你了剛才已經 已經答了你了剛才 還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答了你了 有幾個同事都問了 好是 去爭論那個去留是沒有意思 因為原來 不是啊 剛才林卓平已經回答你 回答他回答你回答他回答其他回答 不要緊 我再回答多兩句 你再回答一下 阿桃 我到今時今日 都是相信 我們當時將去留的爭議 交給民調去決定 是符合 市民對我們的訴求的 大家記得去留的爭議 最初的時間 是最大共識就說不要爭了 交給民調決定 那我們就是根據民調做了決定 而因為我們的民調決定我們留下 也都是因為我們過去兩個月 正正就不是在立法會裏面做信民 繼續抗爭 就逼到中共撕破它最後的面孔 逼到它等你不相信 令到它在全世界面前宣佈 其實《基本法》是完全撕毀了 一國兩制是完全被摧毀了 那個什麼愛國者標準 即是做奴隸的標準 要做奴隸的才可以繼續被它容忍住在這裏 大樓裏面 這個就是標準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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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